哈喽大家好,我是微笑 今天终于跑完单了 从六点半跑到九点半 跑了五单,赚了168 为什么早上中午不跑了 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要去把大家的赞赏拿给大叔 然后下午要去越南大叔那里 所以就忙个不停 然后我就用单车踩的 今天星期六嘛 就像我们外卖很多人都在罢工 但是我没有去罢工,我要做事情 你看,我的单车踩在这里的 我在这里,刚刚跑完我就休息一会儿 我是用这样的去跑单 说真的,单车跑的话 比走路好多了 走路的话脚疼 但是单车的话 在香港的话 其实你必须要戴安全帽 还有这个灯 必须要戴的 还有大马路其实是不能踩的 小马路的话 踩的话也要看警察在不在 警察在的话 你要是踩的话 肯定会被罚钱的,对不对 在香港的话 女车手是非常少的 我可能是这一区的 仅有的这一个女车手吧 那些都是男车手来的 什么叫车手 就是踩单车的 车叫车手 所以我每次去送外卖 很多那些男车手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 怎么还有女的在踩外卖了 我觉得女的 男的能做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女的不能做了 对不对 踩单车也非常好玩的 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 我自从学会踩单车之后 我突然觉得非常困难 你知道吧 你看以前走路走到脚都掰了 走到脚都 天天晚上我都叫脚疼 现在我都不叫脚疼了 但是现在的话 就没有那么多单跑了 就是平台 我上个星期不是一个星期没跑吗 平台也不给单给你 排到第四了 其实我现在想跑也没法跑 晚上的话要早点回去 不然的话 老公又不开心 现在学会单车了 就有很多限制了 像不像以前一样 我天天跑天天跑 从来没间断过 因为每次的表现不是三就是二 所以我的天气就非常很均匀 知道吧 不像现在 不是半夜中午 好不容易抢到了 六点半到九点半的 那抢到了又怎么样 单很少 花了三个小时才五张单 可能很多人都说 你这个五 这三个小时 你还不如去做些尖职 其实做尖职也不错的 但是我送外卖的话 我还可以偶尔偷偷的看一下 我这些留言 关系一下我这些粉丝 我一旦去做全职的话 我这个视频我就不能做了 还有做尖职的话 我很多东西 我很多粉丝给我留言 我看不到了 对不对 有痛跑 能跑就跑 对不对 不要去记得单多不多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能赚多少 赚多少少 我虽然说把钱看得非常重 但是能赚钱 我也非常开心的事情 视频赚了钱的话 我要给我父母 父母留着用的 还有的话 今天忙了一天 以后要好好地把视频做好 外卖也要做好 这两样 不能再被别人投资 给投资举报了 对不对 今天也好想去参加 跟他们一起去参加罢工 为什么很多人都今天去罢工呢 是因为在香港送外卖的话 单价太低了 所以很多人都想提高单价 所以就去罢工了 希望能给我们增加一点收入了 对不对 我也想单价高一点 这样我的收入会再高一点点了 还有很多人就私聊问我 怎么去送外卖啊 在哪个平台啊 很抱歉啊 我你们怎么去问我 我都不会回答了 因为平台是不允许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就不会回答 任何人就是问我私聊 在哪个平台这样 我不去回答这个问题啊 所以你们问我 我也不会回答 请你们理解一下微笑的难处 知道吧 不是我不回答 而是平台不能去 让我去回答这些东西 很抱歉很抱歉 微笑今天心情也不错 为什么心情也不错了 因为今天跑了五大嘛 也赚了160多块钱 非常开心 但是今天也花了好多钱哦 明天你们就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了 但是做了今天做了很多好事嘛 做了好事之后心里特别开心 真的特别开心 那种开心 就是种形容不了的知道吧 微笑的话也没什么口才 很多人说微笑怎么涨成这么快 我其实我就是用一个手机去拍摄的 我连支架都不用 还有学什么拍摄 什么视频什么手段啊 我都是在网上看你们 就是看那些博主 哎呀这里学点 那里学点 然后自己慢慢慢慢就会了 其实非常简单的 也不用你们去交钱了 学这个学那个 自己自学嘛 对不对 这些存在是最好的 别人教你 未必适合你 真的 好了 微笑这期视频就排到这里了 明天也会送外卖 也会发新视频 我们期待 你们期待我明天的视频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拜拜